嘿 上一集我们讨论过以海外身份投资澳大利亚自住房的前景 非常一般 那相用房的情况到底如何呢 今天我们就聊一下以海外身份投资澳大利亚商用房 以需要知道的六件事情 欢迎收看土澳TV Let's go 今天就聊一下海外人士投资澳大利亚商用房 以需要知道的六件事情 商用房的他那个范围来的比较广 其实蛮广的 包括office办公室 shops店铺 购物中心 warehouse 下游站 酒店等等等等等等 那那些金额比较大 而且操作方面比较复杂的 我就这一直都不说了 有兴趣的朋友都希望你关注我这个频道 以后有机会 咱们再慢慢慢慢聊 今天我主要的重点呢 都是那些金额比较小比较大众化 操作管理方面 比较简单的商用房 比如那个办公室office 还有那些店铺 shops 首先 商用房跟自助房比较呢 目前为止澳大利亚政府就没有去打压海外人是投资那个商用房 那个情况呢跟那个自助房就不一样了 这个自助房给那个澳大利亚政府打压的蛮厉害的 因为他要保护啊本地人啊买房啊 海外买家呢 买自助房呢 都需要支付那个额外的那个 啊 英华税额外的 stamp duty 还有付额每年还有支付额外的那个land tax 啊 那在这部分呢啊 那个商用房呢 就没有啊 就没有啊 你买商用房啊 海外人士 那个身份以海外身份买那个商用房呢 你还是付正常的那个英华税啊 那师傅你那个 金额多大了啊 最高是5.5% 跟本地人一样啊 然后那个land tax也是正常的那个land tax 比如说你买一个办公室 那个办公室呢 因为他那个含地量不是很高吗 那个地的价值不是很高的 那基本上你都不用付那个land tax 或者是你付很少的land tax 那这个情况呢 就跟那个自助房子很不一样的啊 第二点呢 就是那个物业相关的费用啊 这商用房呢 他是可以这样操作的啊 他可以在那个合同上面的列明啊 有部分的费用是由那个租客去承担啊 比如说那个cancel wage啊 管理费land tax 甚至那个水费都是由那个租客去支付的啊 那这个这个部分跟那个自助房子不一样啊 那有什么好处呢 第一个你少了很多麻烦 对吗 第二个就是如果说他管理费涨了 land tax 涨了 那这个也是由那个租客去承担的啊 你都不需要去承担了 有这个好处 还有呢 就是那个agency commissions啊 那个中介的佣金啊 因为这里你人不在嘛 你租房子你是透过那个中介去去住的吧 因为你商用房呢 他操作方面比较简单 而且呢 一般来说商用房呢 他那个金额啊 他那个租金金额也比较大 这样的话呢 你就一般来说 你支付的那个agency commission 那个那个weight 都会比资租房少 你可以跟他讨价还价 你这个压加空间也 也相对来说比较大 还有一点呢 就是那个repair maintenance 那些维修保养 都会比资租房少很多很多 为什么呢 就是你商用房啊 你租给租客是一个壳 一个空壳 对吧 里面的装修啊 什么都是由租客自己负责 的啊 那什么东西坏了 什么破了 这个是租客负责的 你是不用管的 而且呢 还有一点就是澳大利亚 他会在那个合同上面 写清楚 当租客 搬走之前 他必须要把那个单位 完全到 原来的那个模样啊 包括还有把里面啊 清洁的刚刚进进 商用房比资租房啊就有这个好处啊 第三点呢就是银行贷款 商用房可以拿到贷款啊 大家都知道那个资租房也是基本上拿不到贷款的 海外海外买家是拿不到贷款的 因为澳大利亚银行 他需要你提供 本地的 收入 才给你贷款啊 不管你那个国内 工资多高 哪怕你做到 上市公司主席 你那个 他还是不给你贷款的 那商用房呢 在这方面呢 就不一样啊 他是不需要你提供啊 怎么说呢 他只需要你提供合同的租金收入 他会接他他愿意接受作为一个 入宿租名 提供贷款给你 那什么意思呢 这是 假如说你买了一个 商用房 你付了定金 只要你在成效之前 一般起码可以拿到90天 或者是更长的那个那个时间去给你成效的 你只要在成效之前 把你那个单位 租出去 合同欠了 拿上去银行 银行 会给你做贷款 那这样的话 你就是 你投资的那个 金额就少很多了 相对来说 就会比 自助房轻松了 自助房 你有一笔过 全都拿出来嘛 对吗 那你这个 商用房 你可以 可以做贷款 是不是 第四点呢 就是那个 商用房 他那个租客 那个住的时间 比那个 自助房 长 那自助房呢 他这个租客换房的频率啊 要比商用房高 尤其是那些一房两房 那些租客呢 一般一年两年他都换房值得了 那商用房呢 那个情况都是不一样 因为你的客户都是商业用户 比如说你那个店铺 你租了给一个咖啡店 那个咖啡店呢 他如果他那个 正常情况之下 他已经有熟客了 他一般都不会棒的 他会一直租下去 五年 十年 十五年 这样租下去 那每 因为每次呢 你换租客呢 你都会有一个空租期嘛 对吗 空租期你都是经济损资了 然后呢 你每次找新的客户 你还要付广告费 中介还有收你那个 letting fees 这些都是竞争上的损失 那商用房 那个cash flow 那个现金流 就会比资助房好 对吗 第五点呢 就是海外买家 投资澳大利亚商用房的限制 要远比资助房少 上一纸我已经 介绍过了 澳大利亚 他政府是不允许海外买家 买那个老房子 他只允许你买新房子 新的apartment 新的time house 那些含地量 都不高的 增值潜力 相对来说 就比较低 那这一部分商业房 那个情况就不一样了 基本上 他没有这个限制 海外买家什么都可以买 你想买啥的买啥 你可以买一个店铺 店铺是连币的 那你一个政治潜力 就相对来说 就高很多了 对吗 那当然还有例外呢 澳大利亚政府呢 他觉得那些 比较重要 那些核心的产业 那些他是不给你碰的 比如说那个矿产业 而且呢 最近呢 澳大利亚政府呢 还加入了一些条款 那些都是 只是针对一些 政治上面的教育 比如说某个人 他代表某个党 在澳大利亚去买一些农场 一些机场 澳大利亚政府呢 他都有权去介入 去阻止这样子的成交 但是对一般普通老百姓 一些普通的投资者来说 基本上 就没有限制的 你想买什么 就买什么 这方面就要比资助方好 好 第六点呢 这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商用房 他那个租金增长率 还有那个需求 要比资助要比资助房强很多 大家看一下这个表 商用房 他那个增长 租金增长率都是维持在6%到10%的 这个增长相当不错 那那个租金增长率啊 是高于澳大利亚的通胀的 然后呢 就是需求也比资助房大 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在西尼的那个对商用房的那个需求的表 原因呢 是最近十年了啊 那个开发商那些developer他主要都是只中在搞那些蜘蛛房 卖给那些海外的买家 那些好赚嘛 所以呢 很多 开发商 在包括在西尼也好 墨本也好 他对忽略了对于那个商用房的那个供应 而且大家知道 澳大利亚 尤其是墨本跟西尼的人口 年年涨 人口不停的增长 而商用房呢 在供应方面呢 是有点 靠后靠后的 这就导致了 现在 对商用房的需求 就比资助房大 我的conclusion 我的结论呢 就是 海外身份投资澳大利亚的商用房的前景 回报 要比那个资助房好很多 包括那个租金回报要比那个资助房好 那个租金增长还有那个需求 也要比那个资助房好 在管理方面也比资助房简单 而且呢 我看不出澳大利亚政府会去打压海外人士投资那个 商用房 我看不出 这都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东西 非常感谢 收看 土澳TV 咱们下次见 拜拜